花莲县府农业处举办台湾胡福环教活动推广成果发表及记者会 4号上午在北冰国小二楼会议室举行 由于台湾胡福是一级的保育类动物 而这一次的发表也让更多民众了解到台湾胡福在花莲这块土地上的生存历史 以及保护环境的重要 由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委托回兰丰生态油线公司进行的台湾胡福调查 4号上午在北冰国小举行了发表记者会 农业处长吴坤如、先议员许子方、杨华美也都到场参与 族群数量稀少与台湾黑熊十虎水踏并列四大神兽的台湾胡福 全台推估仅200只在花莲就占超过十分之一市本岛最多 县福为了保护族群不受干扰,近年低调保语推广 近日在七地美轮溪周边四所学校举办了环教推广 先从校园做起,未来再推广到社区 让大家认识胡福爱护胡福 基本从校园推展开之外 预计未来应该会在湿地的部分做一些相关的活动 除此之外,胡福能够比较慢慢慢的从全面线 那目前其实还在探讨,因为它数量还不多 我们还不希望说过多的干扰 所以是希望比较外围的部分先做观察 以及去介绍 等它在这个环境慢慢的比较稳定下来 以及一些观念比较推展 就是我们对它干扰大概也就知道 不会去造成困扰它的一个状态 它就可以比较大范围,大活动的方法来推动 介绍花莲胡福的这个特别的一个物种的部分 根据研究,台湾胡福就要分布在台湾里岛 以及东部沿岸地区 里岛包含了宜兰县龟山岛与台东县绿岛 花莲县早在日据时期的1931年 绝传暗示台湾哺乳动物图说 就有台湾胡福在花莲街港附近捕获的记录 我呢在90年前就被日本在花莲记录到 那接着呢在1992年的时候呢 也在北冰国小床边的花莲女尊被记录到 那时候一位亮美酒老师记录到她 接着1994年的时候呢 在北农的农洞公园呢 也被发现了三只哦 就左边这三只 这是胡福妈妈抱的一只胡福宝猫 就在台冰国小的校园 所以总共有两只 他们呢当晚出来要开始觅食哦 好我们再看一次 这一张汤杯走的时候有没有更清楚呢 有 所以这是胡福妈妈抱的小猫猫 台湾胡福头体长约20公分 双翼展开可达一公尺 主要是以花朵、果实、树叶、花粉、花蜜为食 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表示 美伦西出海口是台湾胡福重要棋地 农业处近日曾有台湾胡福县中的北冰、明里、中正三所国小 以及国风国中共四校办理环教课程 为保护台湾胡福不受人为干扰 与花莲领馆处合作 先从校园环境扎根 未来再结合社区 盼大家共同来保育这个珍稀物种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